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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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比賽分為主變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以及結變六個環節,台雙邊緣發言時間為4,3,3,4,每個台雙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丁提示,定,而時間到就有兩丁提示,定,過時15秒就有三丁提示,定,定, 那戒時本人將他打斷電源的發言,並且提醒評判扣分,而詳細的賽規早前都已經發布給雙方的參賽學校,想問一下雙方主變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比賽會正式開始,現在先請正方主變發言,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開啟鏡頭試驗 你好,是的我們可以開啟鏡頭,準備好開啟鏡頭試驗 這是 clarify大家世界日 zones現在communication,明瞩mämä glasses,明瞩霖 美元、騰訊等參與投資,進軍元宇宙 截至2011年年底市面上的元宇宙 是在世界市值達14.8萬億美元 而變態中的元宇宙是只透過虛擬實境 區塊鏈的多項技術所吸引第二世界 進入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投資在元宇宙裏面 挖掘經濟、科研、藝術等範疇 在裏面自由進行交流、加熱等活動 而今天變態所有討論的發展程度 就是當大部分人類已經可以加入元宇宙 否則就不會有任何空間 去討論元宇宙當然是人類之福還是禍 此外元宇宙的虛擬資產管理 就涉及非同質化代幣 NFT、加密貨幣等應用 NFT做設於元宇宙的資產的證書 確保資產的負貸並秀性 但NFT只可以運用加密貨幣作為交易媒介 而加密貨幣除了有最余人所熟悉的以太幣 亦都有穩定幣等的品種 而穩定幣可以用現實資產或官方貨幣 當然是穩定,不會有大幅的波動 因此,我方行動變形的標準是在於 發展元宇宙可否突破現實限制 運用於社會各界並為大部分人類 今天我方贊成隔變是原因有二 第一,提供無限思錯,推動各界的發展 元宇宙基於現實所扣引第二世界 可以對現實中的種種情境進行模擬或試驗 由於元宇宙可以百分百都還原現實中的一切 使得原本在現實中無可能實現、無可能試錯的東西 只可以依靠科技或專家預測的就可以搬到元宇宙進行 除了增加實際效果的準確度 以及減少預測和實際操作不同 而測試是不差 全球研究於馬肯石專家Richard Watt也指出 元宇宙可以通過低成本和無限制的試驗 令不可能變成可能 以及增加效率和生產力 而元宇宙的這種技術特性可以利用在社會各個層面 例如醫療方面 可以根據病人的國學數據 在元宇宙製作和本體一樣的數位分身 通過華人錦盤例如觸覺進行模擬手術和監控病情 和服刊進展 除了增加手術 不可以治療的準確度 以及減少醫療失誤 同時病人也可以參與模擬 事前體驗各種手術和服刊過程 有助他們作出醫療方案的選擇 瑞士聯邦材料科學和技術試驗室的研究員 已經製造了超過700個 含有慢性疼瘤病的數位分身 並且透過分身去預測和優化療程效果 而瑞典林士平大學也建立了醫療平台MeDigit 促進了數位分身的使用和發展 又或者土地和城市規劃 宇宙在還原了現實的土地之後 就可以預先進行土地和城市規劃 供試驗者體驗 甚至居住在全世界的土地裏面 以便改善或者優化規劃的方案 就像新加坡、沙地、阿拉伯特的城市 都開啟了類似的計劃 創造虛擬城市以便模擬 和優化城市的發展規劃 原宇宙可以導致一次的機會 變得無限次 減少失誤、增加生產力 並應應於社會各界 這件事在現實中是難以實現的 第二,擺脫肉體限制 開拓無限可能 原宇宙的其中一個特性 是完全鎮定式體驗 即是在原宇宙當中 都好像現實生活那樣運用五感 去感受和接收信息 SnapCommerce首席營宵官 The Dark Du Boas指出 原宇宙的盛行 提升大眾對加快發展五感 五感感之技術的關注度 而現時主要的不乏入生番科技的出現 例如醜角虛擬技術、品嘗電視等等 而通過華原人體感官的限制 就可以擺脫現實肉體所帶來的種種限制 體驗現實中不可以體驗的 從而可托無限可能 人士可以無視身體的殘缺 在原宇宙中正常活動 而普通人即是觸不出戶 都可以遊覽各地的明星 體驗當地的風俗 令人類可以突破現實中的空間 和肉體性的速度 免得受各種能力性的障礙限制 最後新聞有關頭一條問題 現實中在不依賴原宇宙的情況下 又如何實現實突破社技術 並維合社會大眾呢 多謝大家 月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53秒 無超時不需要扣分 現在有請月方主編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開箱鏡頭示宜 可以 定 大家好 今天開箱錯誤理解兩個字眼 第一句話就是 九方將所有虛擁空機下的談話 例如VR和F2都審定發言宇宙 但這個理解解於國庫 因為在未有原宇宙這個概念出現之前 以上的虛擁科技產品都已經存在 虛擁科技發展虛擁科技和發展宇宙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一次不發展宇宙都可以發展 有方口中的虛擁科技 不發展宇宙的理處 當然你不知 有處 不一定 但可以概括為一個無言現實的虛擁平坦 無同真理所有宇宙都可以 宇宙這個虛擁空機 有方要成立的問題 就要認證將人類生物體 一個非如虛擁空機有什麼好處 而非加純直到虛擁科技的好處 是的 但這次 顧問問用宇宙的理處 是否跟宇宙有關 宇宙本身提出的理處 宇宙本身都是衝突非常好程度的呼籲 但究竟人類的真正義 是否可以自行得到虛擁 我們之所以是入到 民主觀衆或有空間 甚至是因為我們 宇宙本身是想問一下 宇宙本身是否聽到 因為剛剛發現也挺窄 所以和剛剛甲方好像都是想 再說一次是嗎 是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重新試一次音 試麥 試麥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或者可能粵方會不會要走前多幾步 可能距離有一點遠 有一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麻煩你 試麥 試麥 我這裡聽就會清晰一點 所以問一下評判和對賽雙方 是否聽得清晰 可以再近一點 因為還是有點不清楚 可以再近一點 因為還是有點不清楚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是否重新計時 是的 會再重新發言一次 好 麻煩你 好 那我們準備好 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正 好 麻煩你 對方的說明 本身都是觸及非常古層的密室公寓 但究竟人類的生存意義是否只是同步於此呢? 我們之所以是人類和一般動物有分別 僅僅就是因為我們對這個制駕有多一方負其心 每個獨一無二的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探索這個制駕 因此雙方要討論覆過 更加要以人類作為主體討論 只可以得出是福祉禍的結論 否則單純見基於物質的討論並無意義 而我所認為宇宙根本削弱人類的特質因此是人類之禍 第一削弱人類主觀能動性 套用唯物主義理論作為對論的指日點 人類當下身處的世界其實是客觀不變 因此當下的世界可以感知的空間是無窮無窗 取決於人類的不斷探索 而宇宙是一個人類所做的世界 如宇宙可以探索的空間已經受人類當下的想法 人類覺得世界是怎樣就會投射在元宇宙裏面 因此人類在元宇宙裏面探索的空間 即是停留在人類最多下世界的固有感知 而當人類進入元宇宙之後 就會減少探索變索世界的時間 變成探索一個由人類主義相共同創造的元宇宙 阻塞著人類探索世界的無窮無窮 同意削弱人類探索的主觀的能動性 第二削弱了人類的多元特性 每個人類都是獨一無二 這只是人類的特色 偏偏宇宙的出現就會令人類變得成績化 宇宙的開發者商業機構 例如微軟 開發者作為一家商業機構 自然以利用最大化作為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贊取利用的商業政策 網網以大數據演算靠廣告演算 他的商業策略正如生產力局 數碼私營局長陳仲仁港 使用包括VR眼鏡的裝置 都會收窄眼球停留位置 心跳、體溫等等的個人資料 可以評估每個人的行為和程序 而當公司擁有這麼多的私人數據 就會透過演說法 就會透過演說法幫助人類制定資訊 在宇宙內投放不同的廣告 造成人類接受資訊單一漸漸同質化 正如清華大學哲學系教宗下融所指 資本借作用宇宙 還有一步令人類生活服從資本世界 所產生出的基礎 來得同生活方式 最後想問由方人類扣資本控制 下索不到真正的世界 戰戰思想變得同一 人類知名、人類文明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是人類的縮低和大 多謝各位 決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42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就到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排出位台上編向反方主編發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準備 再一分鐘回答 而準備提問和回答的時間 都是一樣要留意 就是在限時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而時間到的時候就有兩丁提示 接著就到反方排出位台上的編 向正方主編 而月方的主編去提問 請評判都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月方分子第一格 第一格發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而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有請甲方排出一位台上的編員發問 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開向鏡頭示意 試咪試咪請問看得清楚 清晰的 可以 定 主席節目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溫和我的邏輯就是 今天有溫和我的第一個論點 就是跟我們說 如果發展元宇宙就會 令到阻塞人類去探索這個世界的可能性 但有溫和我的今天的邏輯就是 我發展元宇宙之後 我就不可以發展其他任何東西 我不可以繼續探索世界 那是什麼呢 就是我去發展太空科技 就不可以去發展藝術科技 醫療科技 但今天有溫和我完全不論 為什麼 為什麼在發展元宇宙的時候 就一定不可以繼續探索這個世界呢 所以麻煩有溫和我 在 所以請問有溫和我 為什麼在發展元宇宙的同時 我們不可以繼續探索世界 不可以繼續發展其他科技呢 多謝各位 對 體股主便現在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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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無限示錯 醫療來說如果手術可以熟悉手術的程序 城市規劃可以讓人體驗 這個城市規劃之後就好不好 我想問醫療我們做手術的時候 手術途中的意外我們根本無法估計 你用元宇宙其實都不可能 可以將所有手術出現的意外全部都體驗一次 然後找到相應的解決方法 城市規劃其實用VR已經可以很清晰地做到 可以去體驗到這個城市規劃 我想問右方 如果在這個程序之下 其實元宇宙的發展其實對於我們這個人類的 這個會不會是其實 其實發展元宇宙其實是不是已經是沒什麼用呢 多謝大家 現在隔方煮便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丁 這邊可以做到的 我應該會做了 你們說 我們應該會做了一分鐘的事情 我們應該會做了一分鐘的事情 我們應該會做了一分鐘的東西 鑫鯛 国家的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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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 我不信任 马铛 叮叮 叮叮,时间已到 现在有请各方的主便去回答 你有一分钟再回答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叮 大家好,有方跟我说到 我方主便,看来他没有听我方主便说话 他就跟我说到,就说元宇的发展 是拖不了任何医疗科技的发展 就是他说,元宇是没有可能模拟杀所有意外 但我方从来都没有说过是会模拟杀所有意外 而有方今天就说发展肥料可以同样做所有的东西 而我想问一下有方 有方可以怎样论证到VR 可以提供到一个五官感知技术 以及怎样同时给医生去无疑中 这么多种不同的手术 去提升医疗手术的紧张度 以及提升病人的机会 去体验和选择自己的手术療程 请有方和他论证 而再说,城市科学方面 我们跟VR不同的 元宇就可以做到有一个用户的参与感 不是单级的发展 是一个真实评价 它可以不仅像有方和我新程度去想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参与 去改进去参与整个城市科学 改进更加好 更原则的规划 无论医生、医疗方面 或者城市科学方面 元宇就无疑都可以做得更好 时间已到 然后在台上发问的环节结束 接着就有请甲方的第一副片发言 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是,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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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大家好,来一副环节 我们不妨先终结一下 有方主辩训下多大贸款 有方同学首先跟我们说 这个元宇宙就是以前的虚烈科技 而我方所提到的理主 全部都是由这些虚烈科技所带来的 但其实事实是不是原则 其实不是有方同学 我们看到我们元宇宙会有感官的科技 也会有这个活动性 这些通通都是现时虚烈科技做不到的 正正就是这些感官的技术 还有这个无限事材 就是可以为我们这个医疗 城市规划甚至教育方面 带来种种的利主 这些是现时科技所做不到的 再是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这个元宇宙就会限制 个人的梦想 无法探索这个理想世界 但其实有方同学今天根本就是 将整件事夸大来说 根本是完全失去 完全没有论证过 有方同学需要跟他们论证 就是为什么这个 所有世人都会沉迷在这个元宇宙之中 导致他们生产力下降 甚至是有方同学中日所说的 中日所事事 导致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 这是有方需要论证的 再来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有方法下的另一个谋谋 就是这个演算法 会导致他们 所收到的资讯好单一 这个个人的多元性就没有了 但其实有方同学 这个演算法 我们收集你的资讯 我们就是为了推广更加适合你的资讯 为何这些会是一些资讯单一 这些你收到的资讯 你收到的广告 全部都是基于你本身的资料去推算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 今天就是单单跟我们说 这个资讯单一是一个和 但是这个是有方同学需要论证 就是为什么演算法会是人类的一个过 就是有方同学又会和我们说 这个元宇宙会导致这些人沉迷在内 其他事情就做不到 这个也是有方同学需要论证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再来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我们的元宇宙医疗意外无法避免 这个城市规划 现时VR技术已经可以做到 但是今天有方同学正正是忽略了感官科技 而且病人其实都是可以体验到 通过这个元宇宙的互动性去体验到 这个医疗方案有助他们 作出以后日后更加适合他们的选择 这些通通都是有方同学需要听到 不是听一半之后出来摸摸定论 因此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元宇宙的互动性学习对教育和学习的影响 对教育和学习的影响 对教育和真实的呈现人物 物件、场景等等 并且用户可以像现实那样和任何人的互动 宇宙教育和工作发展平台公司 弗菇娜的行政总裁 Alex Howland 指出 元宇宙的互动性 使学生能够安全地在当中进行解剖 模拟手术、高风险实验等行为 成本亦都比现实更低 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普遍永度的研究显示 使用元宇宙学习的学生 比现实和网上学习的学生 资讯35-40% 都比其他方法更加大 接下来今天的辩题 今天的较方辩题必须成立 谢谢大家 月方第一负辩,发现时间为3分07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来到月方第一负辩 你有3分钟发现时间 准备好海向镜头示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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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ım mindset tiet 谢谢大家 investigate 例如你喜歡足球,你來來去都是看足球 不會看到其他方面的東西,那就間接令到單一化 另外,為什麼這個元宇宙會令到生產力下降呢? 元宇宙是一個價錢都妥高的物體 那些感官,那些東西就會令到沉迷下去 這些科網公司其實它推出,它只是當元宇宙是一個商品 不是以一個人類給人類支付來做一個目標 科網公司它們主要就是賺錢為主 但是只要你沉迷下去,你花在上面的時間 那它就可以推多些廣告給你看 推多些不同可以賺錢的東西,令到你買地 從而去賺你的錢 那拆解完友方所說的利益處 我們不妨看看為什麼我方,因為元宇宙會為社會帶來壞絕 科網公司之所以投入元宇宙 是因為它們要賺錢,因此它們會以這個利益最大化 它們為依歸 當你留在元宇宙越來,花在上面的時間越來 科網公司從中賺的錢就會越多 這些科網公司因此就會出盡辦法將你留在元宇宙 從中賺取利益,但是儘管你花多少時間 你最終都不會得到任何實際的東西 因為元宇宙是一個虛擬的世界 反而會令到你抽離不到,越來越沉迷 最終導致這個同質化,單一化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造成身份錯誤的問題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當元宇宙發展會帶來這麼多和外的時候 發展元宇宙又是否真是人類之谷呢? 多謝博偉 越方第一副片,發展時間為三分零九秒 無小事,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駕方的第二副片 你有三分鐘發展時間,準備好看向計時去鏡頭 試駕,試駕,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清晰的,謝謝你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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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來到E4環點先釐清有方和我今天發展的幾大謀誤 第一,有方和我今天跟我們說 有方和我今天做不做到觸覺 有方和我論證不到 有方和我做不做到活動性 有方和我做不到我們 今天可以做到無疑視覺和聽覺 有方和我今天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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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讓病人參與療程規劃 可以給予自己最真實的評價 而 城市規劃也不僅僅用一堆冰爛的數碼 去模擬人的行為 就等於是城市規劃 而是用人最真實的評價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一厢情愿去用过去推敲将来 用一些过去的数据去推敲将来究竟模仪规划会是怎样 而今天这个无限制裁特性也只是其中元宇宙的一个特性 而是可以帮到各行各业,所以有方同学不要再混淆 有方同学今天再跟我说就是那些人会完全沉迷下去 但有方同学今天是怎样呢?就是跟我们说那些人会因为演算法 所以沉迷下去,但是为什么会沉迷?沉迷多少? 沉迷到社会坦汶,整个社会大停摆,令到所有人都只能留在元宇宙中最深逢 有方同学完全没有论证我,所以有方同学全场就是空口说八卦 有方同学今天跟我们说资讯会单一化,但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在元宇宙中只能接收到元宇宙演算法所推进来呢? 有方同学今天不要想到元宇宙很简单 就只是一个好像你在影音平台里面刷视频那样 你可以看到的一大堆用演算法推过来的资讯就是元宇宙 元宇宙是会模仪现实世界中的,例如经济,工作,教育等等 当然是否有方同学都跟我说教育我们都只能接收到单一的资讯 其他我们人类都会失去所有自己搜寻资讯的能力 而只会依靠演算法所带来的资讯呢? 有方同学又没有论证过,有方同学又在这里空谈了 2019年新冠军为全球大流行,疫情示弱 而在世界大战的情况之下,无疑是为全球社会带来一个警醒 而今天元宇宙正正可以提供一个在当现实社会 因为好像疫情那样停摆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利用元宇宙去确保现实社会等等的运作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例如微软正是智力在为旗客应用程式 Microsoft等等的元素去模拟 去确保元宇宙可以因此今天变题绝对成立 谢谢各位 刚刚教育方的第二副片发言时间为3分10秒 无小时无需扣分 接着来到月方的第二副片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异 试米试米,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的 可以 订 各位大家好,我刚刚主编说过 当我们完全进入元宇宙的时候 元宇宙是限制了我们对人类 人类对世界探索的街址 不如发解一遍题当中 人类和发展两个词语 再去断定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福或是和 首先从人类这个字眼拆解 哥伯尼曾经说过 人类的天跡是在于容易探索真理 当有帮同学说到 元宇宙发展感官系统有多出色的时候 正正反映出另一个问题 我们要沉迷于元宇宙当中 我们开始分不清究竟 谁真谁假 我们分不清我们探索的东西是真是假 也会让我们放在现实的世界越来越少 我们开始荒废我们原有的世界 当我们连自己本应生存的世界都被抛弃的时候 不再探索当中的真理 只是探索元宇宙中的虚假的时候 发展元宇宙何来是人类之福呢 就是帮大班人发展有方的质疑 有方同学说到我们不发展 只发展VR不发展元宇宙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过我们停止发展VR 只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发展元宇宙 其实有方同学不断理发好方网公司的利益 其实他们元宇宙只是一个产品 让我们不断购买他们的产品 而并非提供一个人类之福 有方同学又强调 元宇宙可以在医疗和城市规划方面得到工作 得到一个机会 得到一个体验单 其实有方同学没有说过其他方面 有否发展得到呢 当回答完有方的质疑 我们参考第二个字眼 到底元宇宙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又由哪个发展呢 我们现在元宇宙都是由帮忙公司META 微软顿公司研发 而元宇宙对于这些公司都是一个产品 而不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举动 这都不难想象 这些公司是如何控制元宇宙的运作 和它赚取更多的利用 利润例如推送不同的广告给大众 推送一些同一的资讯给大众 最后令人类同质化 令每个人成为一模一样的人 如果元宇宙发展是为了这些公司的利益的时候 那又称不称为人类之福呢 所以到最后了 想问有方同学 究竟发展元宇宙 未能令人类依从本性的时候 资本公司又为了获取利用 不断剥削大众的时候 有方同学发展元宇宙 又怎称得上人类之福呢 多谢各位 议方第二负面发展时间为2分51秒 无超前无需扣分 那我就去到台下的发问就好了 那双方各有两个发问 那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边缘发问 请边缘开启镜头并试咪 试咪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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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像很小声 等等 你可不可以 你试试咪试咪 试咪试咪 行不行 今天请问我一次 想问 puedan试咪一次 再一次 试咪一下 可以大聲一點嗎? 我要看看CYU的東西有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不是學的, 可以看到嗎? CYU的東西有什麼東西? CYU的東西有什麼東西? 現在以上的分享現 Evie 還得很好 歡迎多楽çe 請 habil Talk 然後ϋ reins mm credential 這些真的還夠的技術 직접知道也不需要討論 先不論我ホーム周не所提及的種種來源 一样需要你们讲述全场的模拟宇宙、沉走式体验等等 所以这个并不适合 可见的是有分堂承认了VR、AR、NFT这些相对较为旧的技术 会帮助人类并且带来幸福感 但奇怪的是有分堂对于元宇宙这项新技术就持相反立场 但有分堂全场有没有论证过 科技究竟要跃进到哪一个地步 才会由带来幸福去到原地立报 再去到带来再获 所以想问有分堂今天衡量这三件事的介绍到底是什么呢 多谢各位 现在远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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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叮叮 时间已到 现在有清越方牌出外辨愿去回答 你有一分钟再回答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诶 诶 试语 试误 语 诶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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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这边听到的 可以 VR, ARNF等技术是可以与现实世界分割开 但是有方同学说到鱼语就是第二人质 又有五官体验 人类又可不可以将鱼语和现实世界的界线分割开 当他们的界线模糊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断沉迷当中 而方废现实世界 有方是否想看到这个情况下 我们全部人抬入于元宇宙 而方废现实世界呢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月方派出位台客发问 感情变为开剧镜头并试麦 试麦试麦 可能要再大声一点 试麦试麦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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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如果准备好可以和我试验 OK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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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Eduardo 试麦 对 谢谢观看 丁丁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教方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將表好開箱鏡頭示意 可以 丁 有方同學問我 是否會發展這個元宇宙 會導致一個界線浪湖 有些人一定會沉迷 有方便可以很明顯答 不是 是否有方的邏輯 就是我們去玩電子遊戲 去做娛樂便一定會沉迷 有方同學純粹說 只要有個元素發展到五官禁止技術 會發展得很好 接著就一定會沉迷 有方完全沒有論定 為何我們有五官禁止技術 就一定會沉迷 所以有方同學很明顯 是不會沉迷 好像任何電子遊戲 任何一種娛樂都有防沉迷的機制 是不會沉迷有方同學 現在請雅方派出第二位台客發問 請便宜開啟鏡頭 請試麥 試試 試麥 試麥 請聽不清晰 聽得清晰 那就不愣 留下 先待 請 等一下 他去 全部 來 音樂 而離開在現實的探索,將元素加入元宇宙,令元宇宙更加真實,更加豐富 但元宇想令人在探索不同的星球,就需要更加仔細地探索現實的額外,甚至更加圓的地方 令到根本無機會身處在這些星球的人都有機會居住在這些星球那裡 若果元宇宙提供到這種沉浸式的體驗,那些人自然會離開元宇宙,回到現實世界 但在這個前提之下,元宇宙的開發者究竟會閉門造居,在元宇宙貼引NFT,掌索,令人心灰意難,心潭不離開 還是好像元宇宙等的方言龍頭公司開發新的記像,將現實探索成果,帶進去元宇宙 讓元宇宙更加多東西探索,甚至令人可以分享和創作呢? 現在元宇宙有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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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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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甲方排出为辩论回答,你有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 听到的。 - 好,可以。 - 叮。 可以按右方研究章这个东西奧边线。 - 我可非常多感谢, valuedemte明时和我们我要求真。 - 主要的是提醒我们工程能力 relies. - 项方研究章 Cubax początku和我们来说。 - 如今项方现 дости我们人有更好的治愈心一精神有准心一笑的。 - 需要 跟現實世界是相負相成 並不是好像有方同我所說 是原宇宙取代現實世界 其實是用原宇宙的科技 去幫助人類在現實中的科技 達到另一個高度 改善人類社會和人類的生活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全場之的論證是從來沒有論證 為什麼會沉迷 所以今天各方面的消息 現在台下的發問環節已經結束了 現在是結辯的準備時間 雙方的結辯有一分鐘再準備 開始計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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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没有说过沉迷的原因 其实有方一直都说元宇宙是我们的第二人生 如果元宇宙那么好了人类就会向往 如果那么向往就像一个乌铢邦那样 人类沉迷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 那其实就会沉迷在元宇宙里面 而且有方刚才和我主编的说过无限是错 可以在医疗上说无限是错 可以重复很多次做手术 但是正正是因为这个无限是错 无限的机会 其实你重复了这么多次 你是在元宇宙里面做 因为你知道你就算失败了 你也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你可以重复再重复 所以你就不会紧张 但其实出来现实 因为你的心态已经不同了 你现在真的下去做手术 如果你失败了 就真的会令人命失败了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现实和虚假的元宇宙其实就是不同 所以有方一直都说 元宇宙和现实是相互相互 其实根本就不是 而且当元宇宙继续发展现实和虚假虚拟的界限 就会越来越模糊 就好像有方式 因为是第二个人生 那我们就已经很难分辨得清楚 究竟其实我们究竟是生存的是元宇宙 还是生存的是我们现实的世界 真真假假难不分辨 但当人类其实一直需要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 在手上才有意义 当未来的人类 真实和虚幻都这么难分得清 错乱的身份的情况也会出现 那其实人类就会不断地扩问 究竟我们身处的是现实世界 是不是现实世界呢 我自己还是是不是人类呢 还是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串串的数字和代码呢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一直都是说 穿着这一串数字和代码的人 是科网的公司 他们的行为目的不是要贡献社会 不是要推动人类物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赚钱 利润最大化 所以让这些公司这么大力 推动元宇宙开发主导整件事 未来的人类就会越来越受到资本的控制 因为我们以为在元宇宙里面 我们会更加自由 可以做更加多的事情 探索更加多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依然困在笼中 而且更加不自由 反问在座各位 究竟我们是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要 掌握在这班人的手上 而不是自己手上呢 更重要的是 每当我们越投入元宇宙 越受资本的控制 我们就越难对抗科技霸权 知道吗 科技就控制住我们的一切人 就更加不自由了 有新科技 有新的概念 前步 当然受到大众的吹捕 但是其实新的东西就不等于是好东西 因为背后我们要付出很重的代价 寫我们作为人类最后最基本的存在意义 人类其中一个存在意义 只要有钱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不論是物质或感情 你可以在元宇宙里面都买到 只要角色的编码改变就可以了 当人类那么容易被满足 我们自然就会失去了驱动力 那究竟人类生存的意义 还会不会存在呢 元宇宙本身其实是不可怕的 可怕的是由人类所操控 一大堆铺天盖地的宣传 一大堆广告 大批人去加入都头来就发现 其实只是另一个现实世界 或者到头来会问自己 还是不是人类呢 这个已经根本直接冲击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文明的进步 正源于我们的自由 但当元宇就令我们更加不自由 人类的文明又怎样进步 又谈来人类之福 所以今天的辩题是绝对 所以元宇根本就是禍害人间的 多谢大家 甲方的结变发言时间为4分05秒 无超时不出扣分 现在有请甲方的结变作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向的头示意 不管到头示意 可以 还是有8分钟的合送 需要币 你以为你 olmaz 可以 去男生 我方就用兩組字眼普及辯論知識給右方 第一是論證責任 今天右方全場跟我們說 第一個論點就是跟我們說原來沉浸式等於沉迷就等於沉淪 然後那些人就不視生產 這個直線邏輯可謂是很奇妙的一個論證 由頭到尾都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沉浸式等於沉迷就等於沉淪 又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那些人就會不視生產 一個直線邏輯就跟我們說原來和滑坡下面就跟我們說 由頭到尾就已經會是這樣的 另外他又跟我們說原來沉浸式的接收資料單一 但是我方今天易闊就問過你 原來今天接收資料單一裡面 那是不是有代表沉浸式的教育都接收的資料到單一呢 然後有一方又跟我們說原來那些人會在沉浸式 就沉迷了裡面的那些廣告演算法推算出來的一些出來的東西 但是今天谷歌又有用演算法也都有說過 那有方和滑坡是不是沉淪了呢 去到第二定義標準 今天這條辯題其實不是說是利大一定是弊大 而是說是北還是和 所以有方其實都要盡他們的論政責任 而今天有方從頭到尾都完全是零論政的情況下 那我就看不到有方為什麼今天他們的弊柱可以站得住腳 今天有方只是不斷把一些弊柱放大 但是有沒有想過其實將一些弊柱放大之後 其實都依然是一個弊柱稱不上是和的有方同學 今天有跟我們說原來 總之今天有方同學就是不斷把一些弊柱放大就當是和了 看到有方其實他對和的標準是降到基本上是等於零論政都可以 只要是一個弊柱他都算是一個和 然後有方同學在一副之後其實已經沒有打過我方的任何復處了 即是表示是默認我方的復處了 相信大家在小時候其實都有看過多拉萌的卡通片 在裡面多拉萌有一個法寶叫如果電話停止 只要打個電話許個願就可以進入一個理想的第二世界 而這個世界一切都會和你許的願日無一樣 其實元宇宙就像這個如果電話亭一樣 但是比起電視上的更加續手可求 如果電話亭 我方剛剛說了這麼多 其實由頭到尾我方也都說到 原來今天這個所謂如果電話亭是可以令到 小致,了卻遺憾,帶到科研發展的進步 他都可以做到 但是他亦都可以帶來風浪和希望 現時人類有千千萬萬的願望 正正因為現實的局限而無法實現 而元宇宙可以幫他們一元夢想,了卻遺憾 一個身長人士夢想成為一個運動員 在元宇宙裡面可以自由奔跑續夢 自愛的親人懷孕,但未來都設見最後一面 就可以在元宇宙裡面好好道別 人類是情感的動物 大家所追求的除了物質上的進步 更加追求的是心靈上的幸福 因此元宇宙今天的出現 正正可以撤合到人類這一方面的需求 今天我們看到元宇宙可以超跳 物理和時空的界限 令到人類有另一個層次的享受 絕對是為人類身心靈的生活帶來悲憶 最後希望在座各位作為擁有豐富情感 有血有肉的人類 可以在元宇宙裡面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 尋求真正的幸福 多謝各位 叫做雙方戒面的發行時間為3分51秒 無消時無需扣分 那比賽呢 那比賽呢 我就是要聯絡 我會再跟評判去手作聯絡 處理分子的問題 這麼大把時間 我們都會請三位評判填录分子之後 都可以去 在Whatsapp 又或者在chatbox上告知分主席 那跟著我們就會請評判去為這場比賽做一些評分子 所以都麻煩雙方對策雙方都可以去等候幾分鐘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的評分 每位評判要先選出三位表現交界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剛才已經看到李鑽文先生已經填裁了分子了 或者先邀請你去慧今場的比賽再出評語 試咪試咪試咪 請問聽得清不清晰? 清晰的 謝謝 好啊好啊 我相信 我這樣說一句 評判 至少我可以這麼快評到分 我相信肯定就不是一件好事 我今天作為一個評判 我終於替悟到什麼叫含淚投票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這個題目 元宇宙 我相信是一些很科技前沿的東西 我也有一個信心 各位年輕人 你們應該要知道得多過我們這些老人家 但在整個過程中 有一些很重要很核心的內容 我是沒有聽到的 我舉個例子 元宇宙到底是玩什麼呢? 你是假設了我們知道的時候 你們是沒有定義到 沒有介紹到 沒有說到很具體是怎樣做的 而同時 你們的論點是否結實呢? 這件事又不是很結實的 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 我想分享一下元宇宙到底是什麼概念呢? 是否只是VR、AR的延伸 或者是到底沉浸式是怎樣沉浸呢? 其實 因為現實其實是沒有這件事的 暫時元宇宙這個概念是來自1992年科幻小說 它是透過光纖網絡將人們彈到別的地方 去到別的地方買地、買菜 這件事是把整個人、靈魂 好像感覺上抽離了你的身體 這些才是沉浸式的體驗 什麼五感的轉換等等 當中涉及什麼的科技呢? 現實又能做到嗎? 現實的VR我們戴了一個眼鏡 好像看到其他東西 其實是一個視覺上的轉換 可能是聽覺上的轉換 視覺、聽覺我們現實有的 嗅覺難一點 對,難一點 就是旅行看電影的時候 設定某幾種味道你就嗅到而已 但是現實你這麼多種氣味的時候 你如何透過元宇宙去傳輸呢? 現實暫時未有這個科技 其實最大的一個科技的問題 元宇宙是你想要像那些科幻創作一樣 你將整個人沉浸了下去 你是需要有一個五感的轉換 電子腦袋訊號的一些轉換 這些涉及的科技 現實都是未發展好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除了理解現實的環境之外 也要理解科學的限制 也要用一些想像力 或者引用一些可能是創作類的物品 去投射一個元宇宙 這件事正反雙方都沒有做過 辯論場上一向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評判一定是當自己很無知地來聽 正方提供什麼 反方提供什麼 我們就相信 看看你們會不會拼搏 如果今天我抱著一個這樣的概念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走來聽的時候 我就真的聽到黑人問號了 那麼兩邊都是沒有盡到一個很好的論證責任 這件事我是 我不如老實說一句 我是失望的 對於這個失望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或者我深入去說回雙方的一些問題 正方 你提到元宇宙比起VR等等 它有什麼獨特性呢 就是有一個互動感在那裡 這件事是好的 加上後面你們會提到一些互動 一些科技公司可能會將外面的一些新科技 擺進去元宇宙裏面 讓人探索得更多更開心 這些是好的一件事情 我會想知道一件事就是 除了一些科技性的一些實用性的東西之外 元宇宙這件事到底對於人民 創作 或者對於一些個人的心智發展 情感的投射 藝民類別的一些人類很重要的這些內容 到底有多有幫助呢 其實我們看回現時的一個很初型的Metaverse 無論是Meta這間公司製造的Metaverse 還是一些NGO 或者是聯合國家科文組織 他們的初型元宇宙 大部份都是人類的互動性 以及可能是一些藝文類的發展 藝術文學類的發展 放進去比較多的 這些資料呢 首先我會期望雙方會提及 其次就是我會期望雙方有看過那些資料 然後告訴我 但是又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失望位 泛方或者叫粵方 我理解到就是你要說禍害的時候 暫時元宇宙這件事是未存在 或者是一個很初型的狀態的時候 你要討論是要用一個比較哲學式的方式去討論 我看到主線上是採取了一個很continental的哲學討論 即是大陸式的哲學討論 不是內地的大陸 是歐陸式的哲學討論 這件事是很好的 我相信也相信這是一個可能是教練 受限於各位對元宇宙的理解不深的時候 可能用一個哲學式的討論 可能判斷給各位同學是比較合適的 但在台上很明顯就是 會讓對手帶回一個很現實 你們提到的遺物主義也很遺物地討論 很理解的 中文叫什麼呢? 終於用現實的內容來討論 完全是違背了你們最初主變並立的主線 再加上去到達文環節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探索世界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 你們這樣問回正方 問回甲方 跟你們的主線是否相違背呢? 主線說人類會少了人去探索自然科學 但你們後來又說探索的人 一向都是少數人 我會留意到一些很不合適的東西存在 說完哲學就說實際例子 說完阻礙人探索又說其實探索的人不多 這些比較前後不一致的情況 在反方經常都會出現 所以我理解到可能反方的同學 也不太了解為何訂立了一條這麼哲學的主線 掌握不了哲學主線的一個利處去使用 所以結果去到正方 即是各方結辯的時候 就出來說什麼普及辯論知識 我真的笑了 認真笑了 沒錯 正方結辯說的什麼普及辯論知識 就是一些很隙間 就是什麼直線邏輯或者滑波謬誤 是說得對的 螢蟻不對於沉迷 沉迷也不對於沉淪 但是我相信這件事不是反方想帶出的東西 反方是想帶出一些很哲學性討論 人類探索深空、探索宇宙、探索深海 因為人類有無窮無盡的求之獄 而這些求之獄 如果自小被一個沉淪式的新世界框住了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求之獄會不會放在那個世界上呢 我相信反方是想表達這件事 但是表達得不夠清晰的時候 就被反方這樣拿來去笑或攻擊 我相信雙方在這條辯論題裡 都體現了什麼成語叫核子魔障 我老實說就是我這場真的失望的 至於失望的最失望在哪些地方呢? 我相信大家看分子就會知道了 那我的評語是這麽多 麻煩各位 感謝評判寶哥的意見 接下來我們會邀請陳其康老師 去為今場的比賽作出的評語 大家好,聽到沒有嗎? 聽到的 麻煩你 謝謝 好,不好意思我先轉個電話 麻煩你現在是否也聽到的? 是,現在聽到的,麻煩你 麻煩你 好,那首先我本身也有帶這條辯題的隊伍 也有去準備過 其實也明白到元宇宙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來的 所以今天對於甲方來說最大的困難 都是要必須去澄清或者去定義 究竟元宇宙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今天對於甲方的觀感 就是有一點點過分簡化了 就是抽取了兩種很主要的技術體驗 就是無限試錯和一些感官技術 就作為了元宇宙的代替品 就是你將這兩個技術等於元宇宙 然後就去推演一些現實例子 或者是一些科技新知 可以得到的福 基本上就趕了整場 我覺得是有點舒適的 因為其實 舒適的地方是 你即使只說兩種技術的體驗 其實都可以是多些例子 不單止是城市規劃和醫療 很多生活上的便利 或者娛樂上的進步 甚至很多經濟的活動 你都可以繼續去大力發展 去講下去 至少雖然你那個深度不夠入 但其實你都可以在闊度上去 豁闊評判那個知識量 或者你那條主線的內容的豐富程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少少可惜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著隔方自己 包括醫療和城市規劃 其實都是有充足的數據和資料去論證 所以這個都反映了我分子當中 因為都是重要的 因為大家面對著一個這樣的未知 這個宇宙都未發展得很成熟 雙方就真的好看有多努力去找資料 或者嘗試去推論 說到推論 也都直成如甲方結辯所言 其實都是有些辯論的知識上分享給你們的 其實你們都是需要有推論的 譬如去搭台下的時候 去回應一個對方所說了全場的 說著沉迷的問題 你們就說其實是會有防沉迷機制的 於是就不會沉迷的了 這個就是你所分享的第一點 就是直線邏輯 所以你在分享的同時也要提醒自己 究竟有沒有做好一些論證責任 否則就會容易被人抓住去玩 雖然你的政見是沒有後果的 但是這些就是那個問題 你在自己的主事設計上是有推演的 是有例子、是有數字的 但是究竟你去到回應對方的一些禍害 或者災害的時候 能不能夠用同樣的方式去回應 又例如是你們的台下 其實台下發問問得很好 特別是第一題 是想嘗試去釐清究竟 粵方對於福和禍的那個界線問題 就是一個科技你發展有階段的 你可以是有幣處 但是那個幣處是否大到可以叫禍呢 甚至是人類的禍呢 不是某個行業 不是某個人類的禍 如果你們的前場 就是早段一點 可能一副已經開始追問的話 其實就更加清晰 大家就不會變成在那些禍子鬥禮子 最後一點關於甲方 就是關於如何將現實世界和元宇宙去扣連 其實你們是很有本錢去說這件事的 但偏偏在說法上就不太聽得到 譬如你們說醫療、數位分身 其實你們有嘗試去說是不同的parties 都會享受到這種元宇宙帶來的好處 例如說病人 但是你除了提到病人之外 你就基本上沒有再提到 究竟病人是可以從哪些方面得到好處 以及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地減低到某些病症 或者手出的風險 這些可能就真的需要多一點的數字去說 所以總括而言 我覺得甲方今天有點滑地為勞 就是有點局限了自己所說的例子和論點 令到全場的變化不夠多 就變了危險些 我剛才說是危險些 但是今天打出來的感覺是不危險的 也有少少是能夠拿回越方去打的 好,那到越方了 越方其實就是 我真心覺得主線是開得闊的 但是闊得來後場是沒有很好地運用 越方主辯所說的論點 越方主辯對我來說 基本上頭兩個主要的論點都是同樣東西 你只是說人類的可能性 是會受到虛擬世界或者願意去局限 包括你所用的terms 即是主觀能動性和多元性 其實都是想說可能性 但是這件事是需要極多的討論 因為人類直觀地是會覺得 如果我丟到新世界那裏 應該有些新的可能性 但是你反而說會有局限 於是越方就用了後場很大部分的時間 每一個位置 甚至用了全份稿 來論證為何會有局限 而局限的原因 就是因為公司會因為想賺錢 所以他就會只給一些他賺到此的東西 於是人類就會陷入這個荒謬的騙局 就會在宇宙當中變成了被人剝削的要錢書 我不是不接受這個推論 但是第一 可不可以嘗試給多一點說法或者資料數據 去論證這件事 我知道是困難的 因為始終這件事未發生 但是其實你可以用一些類比 譬如我們現在已經會有演算法 那麼Facebook IG這些公司 他怎樣用演算法去賺錢 令到我們接收資訊單一 又或者好像是手機一樣 我們有接收手機之後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不沉迷 我們有沒有辦法擺脫它 如果越方是能夠開這個論點 配以剛剛所說的不同的類比去作為論據 這樣就會堅實很多了 那個感覺不會太似吹噓 另一點就是 越方其實有提過一些都幾似 我們想聽到的人類禍害 但是後場沒有好好發揮的 例如是個人資料的風險 就是外洩的風險 你在虛擬世界上 如果你被人盜用身份的話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真的OK的呢 另一方面就是思想吹哄統一 令到人類的多元性消失 這個問題就在越方的結別 都放得很大去打的 所以又不是完全脫掉條線 但是中間一二副那個位置 主要的交鋒 甚至是到台下 都真的沒有把你自己本身可以說的論據 再去說多些給我聽 所以這個也在分子上是有很明確的反應的 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想問建議的話 我們賽後有機會再談 但是也不想阻礙太多時間 將時間交給陳藍小姐了 謝謝 感謝評判的寶貴意見 現在我請陳藍小姐 為今場的比賽作出評語 好 麻煩 首先辛苦雙方和學長比賽 我也很快講 其實我覺得對隔方最大的評語 其實剛才陳其康先生說了 就是我覺得可能運用資料上可以再做好一點 因為我本身都有準備好這條題目 其實我也知道隔方應該是有更多資料可以用的 比起純粹是醫療或者是城市規劃這樣 那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他們說現在可以模擬去旅行 那模擬去旅行 我覺得某程度上都可能是可以配合隔方的第一個論點所 第一或者第二個論點所說 可能是一些自身的限制 當然我知道第二個論點 現在設定了是比較講一些是自己人體上的限制 但自身的限制其實有很多的 例如可能資源上的限制 會不會可能時間上的限制 會不會我沒有時間去旅行 或者我沒有錢去旅行 但可能我在3R上面 我就可以做 sorry 圓腰臼上面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都可以思考一下 會不會出這一個方面 而我想這一個方面 同時可以回應 粵方所說的求真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是挺哲學的 到底什麼叫真 什麼叫假呢 例如可能在網絡上面 網絡上面 我想應該是一個虛擬的世界 比較算是 但我在網絡上面 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東西是真的 但網絡世界是否一樣真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很難定義這件事 所以其實同樣套用原宇宙 因為粵方是這樣說 原宇宙其實是一件假的東西 是一件不真實的東西 是不值得去探索的 我都會在那裡想 那網絡世界又算是怎樣呢 或者我們在玩的可能 網絡遊戲又算是怎樣呢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件事 就是有些可惜的是 隔方第二個論點 其實我後場 其實沒有聽到什麼推演 或者沒有什麼去解釋給我聽 到底如何去突破 可能身體上的局限 或者是限制 我比較聽得清楚的例子 都是在主別 所以我純粹覺得 如果你定了這個論點 這個論點 應該是對你們很有利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放多一點時間 或者放多一點位置 去跟我說回 到底這件事有多好呢 還有我覺得今天隔方 可能不攻擊的位置 都比較停留於說 別人沒有論證到一些事情 但其實我覺得攻擊的方向 可以多元一點 例如其實你問別人一些例子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很強的 對於隔方來說 例如你有說的醫療那些 可能是技術 城市規劃的技術 其實我覺得隔方比較強的是 你應該跟它對比 有和沒有 到底如果你說到這件事 真的這麼差的話 那是不是你說完 就消失了 可能一些醫療的 模擬的技術沒有了 或者可能說一些 城市規劃模擬的技術沒有了 你是不是覺得完全沒有問題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今天月方 它是沒有很加到一個清晰的立場 對於你們論點一 論點二所說 他們覺得是好 不好 還是好 不過可能會帶來更加差的後果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很明確的立場 所以我覺得作為隔方的同學 你可以再追問多一點 就是你怎麼看我的論點 怎麼看我的理處 你是不是覺得它可以消失 還是你覺得其實它都不是那麼好 還是怎樣呢 我覺得可以隔方在這方面再說多一點 然後月方的同學 我也是同意剛才兩位評判所說的 我覺得你這條主線 我覺得很好 還有我覺得是挺有驚喜 就是我自己準備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月方是會這樣打 但是我覺得這個位置 應該要多一點的資料 或者是論證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說的是比較空泛的一些詞語 例如我好經常說的就是沉迷 然後科技巨頭就是主導 但是其實去到最後那個問題 是些什麼或者真的有多嚴重 其實我不是很聽得到 我都在想的就是 其實月方可能比較容易論證 都只是能夠掃諸現況 然後去說其實現在有很多東西 例如可能網絡或者可能是電話 都已經是被科技巨頭 已經是主導著 主導著最後背後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已經出現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跟我說不是呀 放下元宇宙道 這一樣的效果或者科技巨頭 主導的問題更加嚴重 所以可能現時做的問題 例如可能你們所說的思想統一 或者資本主義的問題 是會更加嚴重的話 會更能夠說服到我這一方面的私下 還有我覺得最後一點就是沉迷的問題 其實我想沉迷的問題應該是會有多少少的說法 或者可能是有多少少的數據可以論證到 就是那些人入了元宇宙就可能出不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可能資料搜索信 都可以再找多少少來 說服我的 是的 評語大約是這樣 謝謝 感受評判的寶貴意見 在公佈賽果之前 會先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月方傑辯鄧偉成同學 恭喜 現在為大家宣布賽果 今天被比賽的變題為雙變題 隔方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月方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禍 由隔方拔墟南書院對月方 隔方稍結灣官立中學 隔方得票為三票 月方得票為零票 賽果為三比零 由隔方勝出 恭喜